第二节讲课堂管理 这一节里边先讲课堂管理的概述 就是什么是课堂管理 课堂管理的功能是审限 第二个是讲课堂群体管理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词语是需要的压背的 最后一个是课堂管理的一个 课堂纪律管理 这里面需要一个大题 是需要大家必须要背的 我们还是抽取出其中的一些 需要讲解的东西去讲 其他不重要的东西在这就不再提了 大家自己下去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课堂管理 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 课堂管理是指教师为了有效的利用时间 创造愉快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学习环境 以及减少问题行为 而采取的组织教学设计学习环境 处理课堂行为等一系列的活动与措施 知道一下 但是接下来关于这个课堂管理的功能 我们需要背一下 课堂管理的功能包括三个 维持功能 促进功能和发展功能 其中维持功能是它的基本功能 维持就是维持课堂纪律 促进就是促进学生的发展 发展就是属于促进学生的发展 这边大家知道一下 做一个多选题 你看哈 考试的时候是这样子考的 课堂管理的基本功能是谁呢 维持课堂纪律 维持功能 应该选的是A 应该选的是A 那么接下去哈 关于第三块课堂管理的目标 我们只强调第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课堂管理目标 它不是说只是纯粹的让学生安静 让学生驯服 让学生听老师的话 而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课堂环境 而不是让学生安静驯服的遵守课堂距离 这块作为一个判断题哈 当然这是属于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哈 第四个是关于课堂管理的一个原则 这个也是作为了解的内容就可以了 作为了解的内容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哈 这个原则包括第一系统性原则 第二建立课堂教设常规 第三内在性原则 第四动态性原则 五了解学生的需要 六提供正确而清晰的目标 七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八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九及时而认真的进行反馈 了解一下哈 但是这个是需要大家准备的多选题哈 影响课堂管理的因素有哪几个 第一教师的领导风格 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你们老师 你们老师在管理的时候 是属于这种监督式的 还是属于参与式的呢 监督式的就是老师监督着学生啊 你要听话你不要听话这样子的 而参与式的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会很融洽 是要求学生也可以参与到这个管理当中的 那么很明显你肯定知道谁比较好 应该是参与式的好哈 第二个是课堂班级规模 班级规模也会影响到这个课堂管理 班级规模说的就是班级人数到多少 比如说一个班里面只有只有20个学生 和一个班里面有80个学生 哪个比较好管呢 很明显20个学生好管哈 那么第三个是关于班级的性质 班级性质是说比如说哈 你们这样你们这个班级到底是属于那种一盘散沙 人与人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彼此冷漠的这种性质呢 还是说你们班里面是非常团结的一个班级的性质呢 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这个课堂管理 最后一个是关于对教师的期望 学生如果对教师本身就抱有一个良好的期望的话 那么就会促使一个课堂纪律管理的一个形成 但是如果说学生本身对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期望 学生本身就觉得这个老师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很明显课堂纪律将会非常的缓散哈 这是关于这个关于课堂管理的概述里边 需要大家注意的内容 课堂群体管理需要大家掌握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知识点是关于这两个词 社会助长和社会干扰这两个词哈 社会助长是说当个体与别人在一起活动 或者有别人在场的时候 个体的行为效率会提高的一个现象 助长就是提高 比如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是属于社会助长 而社会干扰又成为社会意志 是说他人在场或者是他人一起从事某项工作的时候 会是个体的行为效率下降的现象 比如说你正在写字 然后你们老师站在你旁边在那看着你写字 然后我们心里人就会很紧张很紧张 这个时候反而会越发的写不好 这是属于社会干扰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词是社会惰化 社会惰化是指当群体一起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 群体中的成员每个人所付出来的努力 要比个体在单独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时候偏少的现象 这个现象也比较常见 就是这个 一个河上有水河 一个河上挑水河 两个河上有水河 三个河上没水河 这就是属于当一群人一起干活的时候 每一个人所付出来的努力要少的这种现象 就是社会惰化现象 接下来的一个知识点需要大家掌握的是关于这个从众和服从这个东西 一定要做到区分 从众是说 个体在群体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 而采取与大多人一致的一个行为的社会现象 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去看电影了 你就觉得如果说你不去的话好像不是太好 好像就跟自己也不跟这个群体接纳似的 所以你也会去看电影 但是你明明很不想去看电影的 那么这种是属于从众 在群体的压力下来去进行的 它分为真从众 权宜从众和不从众 真从众是说 我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去走 我就是这样想的 而不从众 权宜从众是说 我暂时是这样子的 而不从众是说 我一点都不跟你们一样 我们要区分这个从众和服从 区别在于 服从是在权威的命令 社会舆论或群体的气氛的压力下 放弃自己的意见 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一个行为 服从与从众差别就在于 服从有外界强制性的压力 比如说 今天晚上你领导跟你说 今天晚上还要加班 尽管你心里面非常不想加班 但是你必须得加班 因为有领导 领导对你有强制性的要求 这是属于服从 注意区分 第三个是模仿 模仿是个体有意无意的 仿向他人的言行 而引起的已知相类似的一个行为活动 有意无意的仿向他人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第一它不是强制性的 不是说你非得要是这样子做 比如说你看见你朋友穿了一条裙子 你觉得那个裙子挺漂亮的 然后你就觉得自己也要穿上这条裙子 那么这就是属于模仿 这里面你可以不去买这条裙子 你也可以去买这条裙子 所以这里属于非常制性的 不像上面的那两个是属于强制性的 不像那个服从是属于强制性的 第二模仿是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形式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哈 那么接下来 关于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里边 首先要知道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差别在哪 正式群体是说 这个群体是有章程的 也就是有规则的 而且在这个群体当中 还有领导 比如说在一个班级当中 班级里边有领导 那个领导是老师 还有班干部 而在这个班级里面 也是有章程的 也就是班级纪律 像这样子又有领导 又有章程的 就是属于正式群体 比如班级小组 少先队 而非正式群体呢 非正式群体是 它是属于自由结合 自发形成的 比如说 啊我们几个兴趣相投 那我们几个在一起补充一个兴趣小组吧 在这个兴趣小组里边 它是根据个人爱好来去进行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章程 也没有一个领导 所以它是属于非正式群体哈 那么非正式群体 正式群体 在正式群体里面 需要我们掌握的一个 正式群体的形成 要经过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分别是 一开始是松散群体 然后是联合群体 最后是集体 而其中集体是群体发展的一个最高阶段 最高阶段哈 在这块内容里面 需要我们注意的就只有这一点哈 就只有这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哈 以个人兴趣和好物为联系的纽带 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的群体是谁呢 好物兴趣 这应该是属于非正式群体哈 非正式群体 第三个是关于群体动力 群体动力是说 影响群体与个人行为发展变化的力量的一个总和 在这里面 尤其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群体凝聚力 这个是一级考点 经常常考 经常考试的一个内容哈 你要知道什么叫群体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是说 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 和成员之间的一个相互吸引力 这个概念要知道 而且凝聚力是衡量一个班级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你的这个班级体 你之所以被称为班级体 那么我就要看你是否具有凝聚力 有了 那么你就叫班级体 没有 那你就是属于非班级体的哈 来看一道题哈 衡量一个班级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是谁呢 刚刚已经说过了哈 群体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 那么第二块内容是关于课堂气氛 课堂气氛首先概念 课堂气氛是说在课堂上占优势地位的态度和情感的一个综合状态 比如说你看哈 在一般在有限班级里边 这个课堂气氛是特别的沉闷的 特别沉闷 但是在有些课堂里边却是非常的活泼的 这是属于一种课堂气氛的一个表现哈 那么第二块内容 关于课堂气氛的类型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是做一个多元题 它包括积极的 消极的 一般性的和 对抗性的 积极性的课堂气氛 稍微了解一下哈 比如说哈 什么叫积极的哈 师生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互动 课堂气氛整体是特别活跃的 这是属于积极的课堂气氛 而消极的课堂气氛是 老师自己讲自己的 学生趴那玩自己的 这个整个课堂气氛呈现出一个非常死气沉神的一个状态 这是属于消极的课堂气氛 一般性的我们就不再说了哈 对抗性的课堂气氛是 老师和学生是属于对着干的那种 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个强烈的敌意 这是属于对抗性的课堂气氛哈 影响课堂气氛的因素有三个 分别是教师 学生和课堂内部环境 在这里面一定要区分清楚哈 这个课堂气氛的影响因素里边 学生 虽然是属于重要因素 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 是老师 是老师哈 你看哈 一个课堂气氛是积极的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教师是属于积极的 如果说一个老师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活跃性的老师 这个老师非常能够调动课堂气氛的话 那么整个班级的气氛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师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死气沉沉的一个老师 而且他非常不适合去调动这个气氛的话 那么这就是属于不好的一个课堂气氛 所以最终看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的是 老师而不是学生 第四块 关于课堂中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 我们主要需要记录的内容是这个人际关系的概念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在交往往的当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关系和心理距离 这里面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哈 像这个概念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交往过往当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关系 这是人际关系的概念 这是人际关系的概念没错 但是考试的时候也常考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他既是心理关系又是心理距离 这个要注意哈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点就是一个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舒次提出了一个人际需要理论 他认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里边包括三种类型 分别是包容需要控制需要和感情需要 知道一下背一下哈 第三个学生当中的主要人际关系 包括亲子关系 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这是大家需要背的一些内容哈 关于人际交往当中 学生之音的主要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 表现为吸引语排斥合作与竞争 这个也是属于单选题 给大家看一下 知道一下就可以哈 那么这块内容就讲到这 关于课堂纪律管理这块是属于相对来说 最重要的一块内容哈 首先要看一下哈 你第一个需要掌握的内容 就是背下来课堂纪律的类型有哪些类型 教师促成纪律 集体促成纪律 自我促成纪律和任务促成纪律 稍微了解一下哈 教师促成纪律可以这样子去想哈 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 一个班级里边 如果老师在这 那么学生们就会特别的安静 但是如果老师一走 学生们就变得闹哄哄了 这是属于由教师来决定的 叫做教师促成的纪律 集体促成纪律 是由整个班级所共同促成的纪律 比如说有些班级 不管老师在和不在 这个班级就特别的好 因为是这个纪律 是由整个班级里所共同的 协同所共同的一个纪律哈 自我促成纪律是说 个体自己去管得住自己的这种纪律 这个是属于课堂管理纪律的一个 我们进行课堂管理的一个最终目标 任务促成纪律是由任务来促成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要 我们大家要合伙完成一个任务 那么在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 比如说你要怎么做呀 他要怎么做呀 这是属于由任务来决定的 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 那么这个纪律就会消失了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 考试的时候最常考的是这道题 课堂纪律管理的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是谁呢 刚刚已经说过了哈 自我促成纪律 最终目标就是要自己管得住自己 第二个 关于课堂纪律的课堂结构 这个里边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就只有这个 就只有这个哈 一定要注意老师在对学生进行座位分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值得最关注的是 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你要考虑家长吗 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哈 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对于学生人际关的 人际关系的影响 跟家长没有关系哈 第三块 关于维持课堂距离的策略 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 必须要背的一个内容哈 必须要背的内容 总共有四条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建立有效的课堂规则 我们要把规则放在这 每规矩不成方圆嘛 第二 合理组织课堂教学 如果说你的课堂教学组织好的话 那么整个班级的气氛会特别的好 第三 做好课堂监控 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老师要时时刻刻注意维持整个课堂纪律 第四 培养学生的自律品质 最终还是要学生能够自己管得住自己哈 注意这道题一定要背下来哈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课堂问题行为进行应对 我们了解一下哈 那么这些内容咱们就讲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哈 在课堂管理这边 我们讲的是课堂管理的概述 课堂群体管理和课堂机理管理 这三块内容 注意这个课堂机理管理的内容 里边是属于重要的内容哈 在课堂管理的概述里边 强调一个 课堂管理的功能 有三个 维持促进和发展 其中谁是基本功能呢 维持功能 群体管理里边 要注意两个词 社会干扰 社会助长 社会动画 这三个词 以及服从和从众 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分 还有一个正式群体和非认识群体 这两个词的区分 以及正式群体和非认识群体当中 在群体动力里边 有一个东西 叫做群体凝聚力 衡量一个半集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是谁呢 群体凝聚力 这是这一节里边的所有的内容 咱们来看一下第五章 有哪些正题 首先第一道题 单选题 下列认知性的目标要求当中 学习层次最高的是谁 A 知道 B 了解 C 应用 D 理解 哪怕我们没有在书中建的原话 但是你从简单的推 也能够推得出来 我们进行一个学习 最终目的是要干啥 是要用 所以最高层次应该是属于应用 多选题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 心理学家布鲁姆认为完整的教育目标 应该包括什么 这是大家必须要背的 布鲁姆将教育目标分成了三个领域 这三个领域分别是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 选A C D 注意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给背下来 单选题掌握学习主张 我们先来想一下哈 咱们当时在讲的时候 讲掌握学习讲什么 掌握学习的提出者是布鲁姆 布鲁姆认为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你想让他学好什么都不重要 方法不重要 智商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学习时间 只要你给学生足够的学习时间 我们都能让他学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 A 通过消除和避免所有可能抑制学习的因素 来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人家可没提到这个学习自信心哈 B 让学生使用的程序教材来进行个人自学 程序教材也不是他提出来的 C 给学生提供足够多的时间和指导 使绝大通常的学生都能够获得成功 好 就在这哈 就在这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选的是C选项 C选项哈 往下 多选题 影响课堂管理的因素有 A 教师的领导风格 这个也是让大家去背的哈 教师的领导风格要影响 还有班级的规模 也就是班级的人数多少 班级的性质 以及对教师的期望 这道题全选 这其实就是一道小的简单题了 继续往下 单选题 在思想 情感 态度和行为上 主动接受他人的影响 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他人相接近 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 A 从众 B 服从 C 认同 D 内化 被他人影响 然后让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 这个是属于从众的概念哈 从众的概念 单选题 某个学生在课堂上故意弄出响声 以引起老师的注意 这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最合适的 A 言语提醒 B 非语言暗示 C 有意忽视 D 暂时隔离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了哈 故意弄出响声 它的最终目的是引起老师的注意 面对这种学生的时候 如果老师你对这个学生加以稍微的关注 不管你是批评他也好 你是赞扬他也好 还是你去刻意的瞪他两眼也好 都不行 因为只要你这样子就做了 那么这个学生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你已经 你的注意已经被他给吸引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忽视 不要理他 当你不要理他的时候 那个学生就会觉得 啊 原来这种方法是没有办法获取老师的注意的 那么他就会有效的去讲低他的出现的频率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选的是勇于护士 好 这是第五章里面 简单给大家提供的几道练习题 优优独播剧场 retrans Silv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